大家好,我是可乐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经典科幻美剧 X-DAN第五季的第十九集 二人幻觉 当全世界都不相信你 你会想办法证明自己 还是会选择沉默 加利是瓦娜公司的电话推销员 这天她正在工作 她的耳边传来奇怪的声音 寻声望去 远处快速闪过一个影子 影子在人群中闪动 似乎只有加利能看见 她非常害怕 开始对着电话里的客户语无伦次 加利告诉客户 她来了 这个她指的就是加利看见的怪物 这是个什么怪物 又为什么只有加利才能看见呢 画面一转 图顶上司收到了一段 带有危险信号的录音 录音正是来自于瓦娜公司 公司规模很大 在全国一共有五家分公司 去年也有一家分公司的员工 声称看到了怪物 随后在公司里举枪杀人 于是图顶上司决定派穆德 去位于芝加哥的瓦娜公司评估风险 穆德非常不满 觉得这个任务毫无意义 她一个人来到了瓦娜公司 公司老板拿出了那卷录音带 录音带是有人寄给电视台的 里面是一个男子的声音 称瓦娜公司有个怪物 一直都在猎杀人类 但是怪物躲在光亮处 普通人的肉眼无法看见她 只有她能看见 但是凭她一己之力 根本无法杀死怪物 于是她发出录音带 向大众求助 老板希望穆德能够找到寄出录音带的男人 因为这有损公司的形象 穆德带走了录音带 她又反复听了几遍 得出的结论是 录音带里的男人有妄想症 并渴望得到关注 很明显录音带是伽丽寄出的 现在的她整日忧心忡忡 疑神疑鬼 她非常喜欢自己的同事南希 这天老板将南希叫进办公室 伽丽想拦住她 却换来南希的嘲讽 于是她只能看着南希进入了办公室 大门关上的那一刻 她听见了南希的惨叫声 奇怪的是 其他同事都没有听见 随后南希走出了那间办公室 在伽丽的眼中 南希已经变成了一个面色苍白的丧尸 但是在别人的眼里 南希还是正常的模样 伽丽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她装填了弹药决定反击 穆德觉得一个人调查有点孤单 于是打电话召唤呆娜前来 她决定再次去瓦那公司看看 可没想到伽丽已经持枪 劫持了整个公司的员工 现在连穆德也成了人质 伽丽用人质威胁当地电视台 希望能够得到采访 她要向世人公布怪物的真面目 伽丽称老板就是怪物 通知她吸食员工的灵魂 将大家变成僵尸 穆德害怕激怒伽丽 谎称自己是来找工作的 戴娜赶来寻找穆德 正好赶上警察封锁现场 警方得知穆德在里面 随即拨打了他的电话 想核实现场情况 这波秀翻天的操作 让伽丽发现了穆德的配枪和证件 使得穆德的身份暴露 这时候一名员工扑了过来 伽丽回头将同事击毙 她声称这名同事已经变成了僵尸 是老板在用心灵感应操控她 老板请求加利放走这些员工 有什么事你冲我来就行 老板的仁慈和加利的疯狂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地电视台不得已满足了加利的采访要求 却没想到加利打算在镜头前杀死老板 穆德立即挡在了老板跟前 他不断劝说加利及时收手 这时候警方切断了公司的电源 加利大叫着让穆德回头看看 穆德缓缓回头 身后的老板居然真的变成了一只怪物 还不得穆德反应过来 FBI的装甲车已经冲了进来 他们当即击毙了手持AK的加利 加利临死前问穆德 你现在相信我了吗 一直到刚才 我都认为加利是得了妄想症 打脸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穆德一直盯着加利的老板 内心始终是不敢相信 他想起加利的那句话 怪物隐藏在光亮中 穆德认为老板就跟某些昆虫一样 能够在光亮中催眠周围的人 唯独加利是清醒的 可想而知 这番言论让戴娜把穆德也当成了精神病 为了让戴娜相信 穆德让戴娜检验下 劫持中死去的员工尸体 因为当时加利称那名员工是僵尸 尸体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唯独让人奇怪的是 这名员工看起来死去很久了 穆德来到了加利家中涉及证据 看见员工南希正在窗外监视着自己 穆德放眼瞧躯 南希竟长着僵尸一般的脸 南希很快就跟着怪物老板逃离了现场 穆德开始跟踪起了老板 他发现老板进入了另一个女员工的家中 并化身成怪物 袭击了女员工 等穆德闯进屋内 员工已经变成了僵尸 第二天 这名已经变成僵尸的女员工 在老板的控制下 跟秃顶上司投诉穆德擅闯民宅 无名真相的秃顶只能替穆德道歉 面对假人假意的老板 穆德破口大骂 正当秃顶训斥穆德之际 老板化身成怪物 准备袭击秃顶 穆德立即拔出手枪 秃顶几下就制服了失控的穆德 没人注意到一旁的老板 嘴角露出了邪恶的微笑 由于穆德的反常表现 他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穆德告诉戴娜 怪物老板如果将人变成僵尸 那么身上一定会留下痕迹 他希望戴娜能够仔细检查 那名被加利打死的员工尸体 他终于体会到加利那种孤立无缘的绝望感 现在能帮助他的只有戴娜 丹娜又重新检验了那具尸体 果然在尸体的后脑 找到了一个三角形的伤口 晚上护士帮穆德注射了药剂 并将它绑在了病床上 随后吸灯离开了病房 黑暗中 穆德看见了这个 形似昆虫的怪物 爬上了窗户 害怕的穆德大叫着救命 喊叫声引来了护士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护士面色冷漠地打开了窗户 他说穆德需要新鲜空气 并加固了穆德的捆绑 很明显 护士早就被怪物感染 黑暗中 怪物从窗户爬了进来 他爬上了天花板 向穆德缓缓靠近 病房外发现了异常的 呆娜赶了过来 尽管出示了FBI证件 但是护士依然拒绝呆娜探视 呆娜集中精神 终于发现眼前的护士 早已变成了僵尸 他立即举枪 闯进了穆德的病房 此时的怪物正要对穆德下手 呆娜立即朝着怪物开了两枪 受伤的怪物从窗户跌落了下去 可怜的穆德在呆娜的帮助下又逃过了一劫 第二天 呆娜向秃顶汇报了案件始末 他在那名员工体内检测出了一种未知的毒素 并且怪物老板被呆娜打伤后就失踪了 同时失踪的还有几名员工 包括穆德的护士 他确认穆德没有撒谎 穆德在呆娜的帮助下重新回到了岗位 呆娜戏称 也许他和穆德都患上了二联性精神病 故事最后 一名电话推销员正向客人推销他们公司的新产品 他的耳边传来奇怪的声音 员工非常害怕 开始变得语无伦次 他告诉客人 他来了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看来这个怪物老板并没有死 还换了一家公司舒舒服服继续当高管 本以为是一个简单的精神病狂想 一直到穆德在黑暗中回头的那一刻 故事才有了反转 故事中的怪物有两个设定 第一 怪物只能在黑暗中显形 第二 只要看见过怪物一次 那就等于破除了怪物的催眠 不管是怪物还是他吸食过的僵尸 都将在你眼前展示真实面目 那么为什么穆德和丹娜一开始看不见 突然就能看见了呢 丹娜结尾提出了一种理论 那就是二联性精神病 为此我诱伤弱卓 百度了一下资料 这是一种感应性精神病 是指在关系极为密切的家庭成员或挚友中 其中一人先出现妄想内容 在情感甚毒的情况下 使另外一人甚至数人产生共鸣 由此推断 嘉丽在黑暗中与穆德建立了精神联系 使得穆德与他产生了共鸣 而穆德和丹娜搭档多年 他俩有个精神共鸣什么的 就更加不稀奇了 我想这个故事更多的是为了讽刺资本家 对于员工的压榨吧 员工在三点一线的工作中 渐渐被磨平了棱角 使得自己变成了僵尸一般的工作机器 在一群被催眠的同事中 唯独就加厉保持着清醒 这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呢 如果您喜欢这部美剧 别忘了帮我加个关注 一键三连哦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